台北市大同区的归隧街上 有一排贴着黄绿色碧毯瓷砖的老房子 安静的巷道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工厂馆的聚集地 有别于周遭即将展开都市更新重建的房子 文盟楼被保留了下来 将以不同角度诉说着台北的故事 在归隧街这个地方 它很高兴淡水河 那在早期从清代开始 万华跟这个大稻城这一代 开始慢慢发展以后 很多码头的工人聚集在这里 也有很多的时候大陆的人来这边投资 或者来这边做生意的人 但这些人我们以前叫做罗汉卡 罗汉角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单身来谈 所以它这些人都是男性 都是年纪非常亲的 所以他们就要有这个性格的需求 所以在这个地方既然靠近码头 它就会有一些场馆出现了 所以在清代就有了 从十九世纪中叶淡水港开港后 台北通商港部众星渐渐从蒙甲移往大稻城 性产业从蒙甲的凹斗载 拓展到大稻城九尖载街及六管载街一带 在大稻城的地区呢 最主要就是本岛的舱祭跟一带 那大部分就是聚集在江山楼啊 跟各种各样的九楼 在日治时代就有工舱制度的存在 那这个也是国民政府来台之后 一个参照工舱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当时候在民国大概五十几年的时候 就有舱祭管理办法 那在那个时候 文蒙楼就已经是工舱馆了 它是一个大概新建于1930年到1940年代的 这个昭和市的一个建筑 整个这个建筑其实它是一个 一坎一进的一个格局 那立面大概就是保有昭和时期的这个立面 四株三窗 还有那个黄绿色的国防砖 它的内部保持了民国四十一年嘛 以后的这个工舱馆的这个格局 在舱馆新盛时期的归随街 周遭也发展出各种周边产业 舱馆小姐购物的银楼饰品店外 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西药房 贩售药酒补品的住性小摊 更是大受欢迎 七楼后面的这个门窗 后面有点像家庭式的这个客厅 那其实就是一个性产业的一个储窗 也就是小姐她们在里面 是可以看到走过去的客人 那客人也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小姐 仍然住在这柱山混合的文盟楼里 高龄百岁的前任屋主 对于这里的演变可说是一本活字典 小姐是排在楼下一排 客人进来看看 还选住哪一个 小姐就带她到环境 小姐的环境去 这环境也不是说固定什么的 就是有空了你都可以用了 做好的钱拿出来 跟那个猪老太太的 她在那里抗广 小姐钱给她 她牌子给这个小姐 小姐把这个牌子丢到一个木箱 偏号 一号二号三号下 到了晚上打烊了 没关系来了 里面拿出来 算算的看你今天做几个客人 那个时候进到这边 叫个小姐姐50块 老板抽三成三提分 台北市工厂管理办法 依照设备将工厂管分作 甲乙柄三级 厂管需按照分级收费 也定立了各种管制卫生 和安全管理规则 工厂这两个字很重要的是工这个字 因为它就是有政府的合法管理 工厂的主管机关是警察局 每个礼拜三固定的身体健康检查 然后跟两个月一次要抽血 半年要造XX光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管理公共卫生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保护 原有楼梯下方的这个柜台的附近 它就留有那种 用手写的大同分局的联络电话 那像这个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当时这个要保留下来 那个时候客人欺负超级是有了 红军就在这里了 我们就打电话叫红军的警察来 解决这个事情 1997年9月1日 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 将在48小时内废除工厂制度 上百位戴着花帽的蒙面女子 取着手中的戒女症走上街头 太快速粗暴的费超 反而让这一群原来有合法执照的性工作者 顿时就变成了不合法的 我觉得1997年的工厂抗争 到后来工厂自己成立了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 我觉得那个动作和那些年做的抗议活动 就是在对这件事情进行不断的诉求 不断的诉求 希望法令可以变化 工厂与支持他们的社会团体 进行了长达一年七个月的抗争运动 终于1999年争取到了两年缓冲期 你不可能谈文盟楼的价值 你不去谈到工厂抗争 你不去谈到这些创造古迹意义价值的人 其实在1997年9月 陈水扁费超之后 文盟楼他就变成是一个抗争的基地 官姐是大姐头 大姐大豪气海派 在工厂制救会里面她也是会长 抗争过程中她也是 很敢面对媒体 面对市政府的官员 那她也是生活很不容易的 那不少像立军 她是非常重要的 工厂抗争和工厂制救会 再到日成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员 雷冯寺最清楚站出来说 姐妹们不太能出来 因为很多人还都有贷款各种 而我 我的贷款付完了 所以我可以出来 抗争的过程里面 可能一边有个房间可能在开会讨论 另外一个房间太累了在休息睡觉 可能另外一个房间小姐正在接客 然后在另外一个房间可能在讨论行动剧 然后可能客厅就在写布条 台北市的工厂抗争是 我觉得不仅在台湾 在整个国际上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她是把性工作者的劳动权益 正式地放上了台面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台湾就也很多人越来越称呼就是性工作者 2001年3月28日这天 费舱的缓冲齐门 凌晨12点 有远的歌声中 工厂自制会的代表官姐 缓缓地把每一张挂牌营业的工厂照片翻向背面 随后走出来 关上大门 并把工厂许可证交给警方 象征他们从这一刻起 正式结束营业 大部分的地方早已人去楼空 只留下百年工厂馆的回忆 入夜了 警员转身继续往外走 但整条街上越来越冷清 其日繁华的红灯区 正式走入历史 工厂馆礼办法失效后 厂馆分级也没有意义了 无法职业的工厂馆 该何去何从 文盟楼的土地产权虽然属于台湾银行 但建筑物却是私有建筑 到了2000年 文盟楼又将陷入都市更新 与文化资产保存的拉扯难题中 2003年我们就向文化局提案 要保留江山楼工厂区文盟楼的提案 然后我们持续进行很多调查研究 也调查产权各种各样 工厂支救会的前会长 关秀琴落海资敬 那我们接着就在同年的年底 争取到文盟楼指定为市定古迹 文盟楼的被指定为市定古迹 它具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它是代表在当年代的建筑一个特色 其次我们古迹不一定说是建筑物 而它的历史 或者它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 这也是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 第三个理由 主要是一个市列的格局 我们也一般的街屋 它一定是前面做生意 那后面它自己住家 我的二楼是住家 可是这个地方不一样 你看它这个一楼 它本来一楼这个地方有六个小间 后来因为在缓冲了两年 它又增加了 也增加了一些浴室 所以少掉了变成时间 所以这种格局我们认为 是这个工厂的一个特色 2011年的时候呢 文盟楼就被现在的这个屋主买下来了 很可惜当时候的屋主 他不仅没有要继续承租我们 他甚至就提告 希望我们牵出文盟楼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 与买下文盟楼产权的屋主 经过六年激烈的针锋相对后 2017年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 仍然牵出了文盟楼 接着要开始照顾这座 也必须提出管理维护计划 顶骨鸡要管理维护 要有一个很详尽的管理维护计划 必须要提出来 所以当时这个 他们就去找到余大吉 过去文盟楼一直有很多的这个争议 那我们就考虑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那我们就接下这个工作 然后开始来着手进行修复再利用 文盟楼的修复计划 终于在2019年 获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及中央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修复再利用工程补助经费 加上屋主的自筹款 开启延档了14年的修复工程 经过文化局的协助 跟屋主的认同 那日春也在修过程里面 就一些保存的部分 他们也有提供了很多的意见跟经验 就这样一路走下来 不管是日春关怀学会也好 或者林小姐他们的建设公司也好 事实上双方都有让步 旅大级建筑师在中间 有帮忙一些协调 现在的屋主 其实终于也经过这些过程 也开始更认识工舱 更认识文盟楼 而愿意基于它的价值 释出善意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果这个工舱的精神 跟古迹的价值意义 可以延续下去也是我们乐见的 其实我们很常看到的 一般想象的古迹是高大上的 可是文盟楼非常不一样的 它是妓女工作的仓管 那我觉得它的意义 透过指定古迹被肯认下来 对这些曾经在里面生活 劳动抗议 为社会公益努力的工舱们致敬 如果文盟楼能说话 那她想对社会诉说什么故事 经过多少人的努力 这座古迹的保存和开放 或许能代表着社会 开始接纳和包容 这是文化 文化纤细的后面 有很大的教育使命 这个我们很深确的 所以我们有蛮谨慎的高标准 在处理这件事 我相信很多人 对我们这个古迹的期待性非常高 所以我想把它恢复到 最繁荣的那时候的 那个仓妓的真正空间 伯伯 这个要打开 你知不知道你要晒太阳 你年纪大要晒太阳 没有 因为我走外面去晒 不是更好吗 我说的也是 你比较老有智慧 其实我跟伯伯很有趣 是因为我买了房子 他得变我们阿公 他的生活圈跟我的生活圈 都是同样的 我们都是在这一区块 以临下夜市为 我们主力的生活圈 所以一来常常碰到 二来讲 我也很感谢伯伯 现在还愿意当我的那个 守门员 帮我过厨 社会进步 建筑会改变 社会形态也会改变 各种生活方式也会改变 那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时代 他的生活是一个空白的 让小孩子知道 这过去有这个历史 也许在过我们现在 或者在以后 他的性交易是另外一种神社 多少人曾经迷失在这灯红酒绿的夜 又在灿烂春光之下 守护着珍贵的历史故事 多年后 文蒙楼依旧助力于此 温柔梳理着过往的风采 同时也坚定地称起他所背负的使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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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